在上个视频里面和各位提到 在8月17号的新闻报道里面 中国政府大卖了美国的十年级国债高达95亿美元 那么很多朋友就觉得说 那么美元走弱对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美元走弱不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就会往上涨吗 购买力能够更强吗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要跟各位讲 其实美元走弱对我们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是有很大的冲击性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美元走弱的背景是什么 当然是由于美国联储局的大放水 那么这个无限的宽松政策 真的是让我们这些观察经济的人 真的是跌破了眼镜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 那么这样的无限宽松的政策 实际上就是消耗了美元的信用 在上个视频里面我也跟各位提到 所谓的信用呢不是信任 信用指的是偿债的能力 所以呢在美国无限量的宽松以后呢 很多人就开始转移了美国的资产 还有美股还有对于美元所持有的国债的部位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消耗着美元的信用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呢 美元在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里面 所占的总量高达了62% 也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在国际上买卖原物料 或是做商品的交易付款的货币呢 大部分是以美元为主的 那么在美元的不断的指数下滑 通胀的压力之下呢 大家就开始担心美元到底还能不能做 全球支付的工具 那这当然呢也侵蚀着全球的金融的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都知道 美元是不是能够涨 那么其实跟美国国内的GDP 占全世界的GDP的量有关系 也就是说呢 美国的GDP如果上升 那么其他的国家的GDP是下降的 或是一般来说稍微比美国差一点点的 那么美元就会往上走 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的状况下 美国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护 以及掌控力呢都令人大失所望 所以呢这也呢影响到美元走弱 那么美元走弱对于我们中国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主要就来自于所谓的输入型的通胀 再一次的说明通胀指的是什么 通胀就是指钱太多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所有的物品呢 都有它的供需的原理 也就是说呢 东西越稀少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东西越多 那么价格就会往下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美国的这个部分呢 美元的通胀是已经势必去形成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事情小民会面临到什么压力呢 这样输入型的通胀 以中国来说呢 是属于以外贸为主的国家 我们曾经是全世界的工厂 因此我们外销的量是很多的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国家 就很容易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影响 输入型通胀呢 是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国外商品的价格 来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整个需求 我要怎么说呢 当国外出现了通胀的时候呢 货品的价格是会上涨的 相对于来说 我们国内的东西呢 就会比较便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国外对于我们中国的东西呢 就会需求量增加 因此呢 这会造成很大的顺差 那么这个很大的顺差呢 由于我们国内要生产这些 卖到国外的东西 因此呢 我们的原物料的需求呢 也会增加 那么最后面会导致 我们整个中国呢 对于原物料 还有其他商品的需求 都会增加 那么这个呢 当然就会引起了 我们国内所谓的通胀的疑虑 第二个呢 就是货币供给的途径 那么当国外呢 存在通胀和价格上涨时 由于国外的价格上涨 那么使得我们本国对外贸易呢 将会出现大量的顺差 那么这又会使得我们国家的外汇呢 不断地增加 那么在固定汇率之下呢 大量的外汇储备将会导致 国内货币的供举量大大的增加 从而引起我们国家里面的利率降低 那么利率降低当然会增加我们的投资 并且呢 到最后面呢 会导致所有的东西的需求 都会开始上涨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需求 拉上行的通胀 第三个呢 就是通成本传导的途径 由于国际市场我们都知道 刚才有讲过 大部分的原物料的购买呢 都是以美元计价 以美元来做支付 那么所以当美元呢 走弱的时候呢 那么国际市场的原物料 例如说石油 原材料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 中国呢 要买这些东西来制作成商品 不管是来自于商品的订单 来自于国外 还是我们国内的内循环的需求 那么最终呢 都会引起呢 我们国内价格的上涨 这样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本型的通货膨胀 那对于我们一般市民小民 碰到这样所谓输入型通胀 最好的应变方法是什么呢 我建议大家持续 而且热情的购买国货 因为在这个状况之下 国外的国来品 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东西 价格会开始往上涨 所以呢 如果能够把钱留在国内 形成一个内循环 也就是经济都能够自己成长的话 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力 会再度上升 而且呢 这也会使我们的就业市场 还有国内的供需状况 能够获得更好的前景 好了 回见了您